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北 今年11歲的鄧品硯 在上面寫著很棒 很穩 第一次的舞台 當下穩真的不得了 好 好 想不到樂吉打怪一路打到最上面 他很年輕的 今天這位才11歲要來挑戰 那就樂吉打怪了 樂吉打怪 照理說他是小歌王 小小歌王的一台賽 可是因為他可以 他一致認為他可以樂吉 對 他就是想來跟這個叔叔交手 掌聲來歡迎小品鄧品硯 謝謝 這個是悲觀的造型嗎 太帥 太帥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北 今年11歲的鄧品硯 那妳從幾歲就開始愛唱歌 從3歲 從3歲 她也已經出道了快要8年了 真的耶 11歲了 穿這樣子要唱什麼歌啊 我要唱黃宜錦老師的 《店在你身邊》 《店在你身邊》 妳今天是樂吉喔 對啊 要好好表現喔 好 好不好 先催去到過一次靈的情限 無人好日 寫風好冷 我甘願 為你受苦痛 抓你害羞臉 讓你溫暖 這是我 真是欺負我 不敢說你 想好好難 我敢說 為你太苦疼 定你的身邊 今晚到兩晚 你心疼未相處 有我來看 定你的身邊 今晚到兩晚 你心疼未相處 有我來看 這首歌劇 你一落歌 就非常非常讓人驚豔 真的很棒 我只在上面寫著很棒 很穩 第一次的舞台 你可以這麼穩 真的不得了 然後你的情緒很到位 你的層次很優美 你這麼11歲而已 你就能夠詮釋這樣的歌曲 所以你是很厲害的 真的今天展現很好 像品硯啊 這首歌有兩個關鍵的地方 很吸引我注意 就是你一進歌的時候 就覺得 哇 一進歌 情緒就這麼穩 那麼清楚告訴我 你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唱這首歌了 然後最後一句 五話來看 我覺得這歌喔 如果沒有練到一個程度喔 沒有對音樂喔 就是 很有感很多練習的時候 沒有辦法把五話來看 這四個字 唱得這麼 不一樣 哇 哇 二十三點八分 來來來 換位子 王威姐 哇 想不到月吉打怪 一樓打到最上面耶 恭喜我們月吉打怪的 鄭品彥 小品 一來就把我們坐起我們的 超級紅人房的寶座 恭喜跟姚 才小朋友而已 就 就把哥哥姐姐們給打下來 就是 壓力會 有一點大 對 也很訝異 可以上這個寶座 但是我還是會繼續努力